來來來來 張總辦事趙總 我們離總辦事 唐市長胡志強在創意料理上淋下龍眼蜜 讓這道美食增添香甜的色香味 為第四屆的台中風華展獸祭頒獎記者會來熱鬧開場 台中的外埔、霧峰和太平三區是台中的養風重鎮 日前就舉辦了第四屆的龍眼蜜評鑑活動 選出了十位蜂農獲得特等獎和頭等獎的殊榮 農業局表示 今年台中龍眼蜜的產量只有九萬公斤 是去年的三分之一 產量銳減的原因就在於是氣候因素 當龍眼花蜜在開花的時候 南部地方還有我們中部地方也是一樣 它的花質受到下一個影響 所以說今年的花粉比較少 所以產量比較少 所以今年的品質上不會說去年 但是它價位上一定比較提高 因為產量的少 因為是氣候的關係 跟花粉掃、蜂群掃 導致龍眼蜜的量出不來 以今年被選為台中風華的4200斤蜂蜜來說 價格漲了兩成多 怕增多米少導致市場已假亂針 所以蜂農也提供了選蜜的小配包 拿我們小包裝的礦泉水 然後倒大概三分之一的水先倒掉 然後把蜂蜜加進去 然後充分的芽晃 它會泡沫很多 而且不易消退 那如果是合成蜜的話 它的芽晃之後 它泡沫很少 而且很快就消退了 而為讓消費者方便安心選購 唐市農業局在十六十七的美術館綠園道 也舉辦了展售活動 現場蜂蜜都經過認證 民眾可以安心來選購 記者李江台中採訪到